Hello,大家好,我是Rank 現在是快晚餐的時間 等級大概六點 我們現在在Downtown 我在Downtown,沒錯 我們那條好像叫做Edward吧 因為我記得那個朋友叫做Edward 那一條是他的路,所以我就記得那條路叫做Edward 這邊我們在Greyhound Station的旁邊 就是晚上會有很多怪人出現的地方 那現在也是蠻暗的,其實不晚 現在是五點多六點而已 我們現在在路上去上一次來Downtown 本來要去買Croissant那個地方 那其實說起來蠻好秀的 就是那天不是說有那個活動嗎 原來他那天我不知道什麼出了毛病 有問題來看看那個店 給大家介紹一下 現在還算新吧 起碼就是我沒吃過了 可能很多其他朋友你們都可能要吃過 就是在Downtown現在是第一家這個品牌 聽說很好吃 也很多人知道 但是我是不知道那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先走過去看看情況是怎麼樣 好,等一下見 哈囉,我們現在到了 然後我發現原來還真的蠻多人喜歡這東西 因為在排隊 大家看 在排隊 是不是,沒騙你吧 在排隊喔 超誇張喔 超誇張喔 然後你以為但是大家都排隊的話 那我們也請的話 會乖乖的在排隊 OK,那我剛剛就是 看到Downtown在門口的時候 然後 他說有回到進來 就是電是在 我後面的那個地方 然後 但是因為 然後他可以站到你 但是這邊沒有門口 所以是從外面拍 那是從外面拍 剛剛有拍到 這家有拍到進來 所以我給大家看看 是不是 這邊排好,只有幾個人 然後 然後 之後還要在 在外面 在那個地方 我們會爆開 裡面就是幾個人 有三十個 是我們 我現在從裡面排到外面了 然後根據那個 這邊的一個 How nice 的一個 Security 跟我們聊天 他就說 非常香 非常好吃 然後他說當然他是 他會 他會 喝咖啡啊 或者說 請他吃 但是他說 好值得排 但是他說 你們算好運 因為 他說白天 今天早上 或者他說 開的時候 開那天 他說超級多人 所以 他說 你們現在來說 很好 然後 現在後面 就是 現在就是那麼多人 就是 就是那麼多 大概 這邊有十人 十個吧 大概 然後total大概 有二十 二十來個 然後其實他就是在 Rexel 上面 然後剛剛有人在問 排隊排什麼 是不是去Rexel 然後你不知道在這就笑 快到我們 前面就是 一 兩組人 什麼 好 現在已經排到 第二位了 然後前面那兩個人 進去之後 就是到我們 然後其實這邊沒有人在管 管制他的那個流量 最近都是會把那個 測量的 但在這邊完全沒有 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寫Limit 但是 以我看到的是 不止 不然他都可以出色 這個Limit 很清楚 但是每籃子 我賣六個 就趕快收 然後 那你們 我們現在就是門口 等一下就可以進去囉 包括說他在台灣的時候好像 很少人 沒有人在排隊 好 我們來看看 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 剛剛 剛剛 剛剛有 打一個手間 剛剛就是 剛剛就是 他不知道從 他有機能 他就擺在 這邊 這邊 然後 之後有 跟他說 其實是在 外面 然後裡面 前面 那其實 那兩個人知道 你在哪裡出來 卡到 現在前面那個位置 都知道 基本上 Honeycone是三個 Honeycone三個 然後剩下三個 你要什麼 可以說呢 今天在進來的 我們就是看到 就是看到 然後還是有 它外面 但是已經比較少 大家都可以談到 我們在拍照那邊 跟外面 但是 裡面是已經 有了 所以現在就是 外面 但是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然後 還有 然後 還有 還有 一個 所以 我們現在有 第一部分 就是 一個 什麼 就是 沒有 一個 他 你 自己 看 真的 要 跟 他 他 就 讓妳 吃 了 咖啡 咖啡和咖啡的巧克力 OK 那它有巧克力的巧克力 但是它不溫出 它不溫出 我喜歡它 它不溫出 你不喜歡它 我真的不喜歡它 ok yeah yeah no these are solid awesome we're called a honeycomb prism lot because when you put it open it's the shape of a honeycomb oh that's why it's called that nic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okay bye bye take car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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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麻那時候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以為我們現在就是買完就是one way的 然後那邊就是出來 那邊排隊就是要back and forth 可能是covid的問題吧 anyway that concludes our tour of the night 好了我們現在就是買完那個croissant 然後他好像是還蠻有名的講的 然後就是他會說哪個口味是famous的 然後我們就是可能大家聽到 我們就是不喜歡裡面有有餡的那個什麼custard也好 whatever 所以我們就是買了就是他們所謂的classic款 希望好吃 所以還沒知道 但是是很有名沒錯 我們現在從那個downtown買那個croissant回來了 先為大家介紹一下 這邊的就是pleen croissant 然後後面那個是deluxe chocolate 然後過來這邊的是lemon 嗯 然後有一種glaze那種的感覺 然後這個是hazel nut 看起來蠻好吃的 然後這個最重要的方向的這個就是 就是他我不知道是不是冬天限定了 但是他是限定 不好意思 因為有一個非常好吃 那個chocolate 有glaze over 然後就是哇那個超好吃 所以大家看不到對不對 因為我已經把它吃了 不好意思 好那先為大家介紹 其中他說classic款的 我剛剛吃了一半也是非常好吃 但是這個已經切半了 就讓大家看看 如果非常好吃的 一般裡面都大概會有這種形狀 所以這也不例外 是真的是非常好吃 口感好好 然後卡滋卡滋的 classic款 plain croissant 但不是plain喔 非常好吃喔 因為我們很喜歡吃croissant喔 所以如果大家有覺得很多裡面有哪裡 是croissant也是非常好吃的店 也可以在下面comment一下 介紹一下 跟我們講一下 要不要我們到其他的 microsoft的店 好啦 那這個影片先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種影片 請cos comment like and share 如果可以的話 也請subscribe一下 記得把這個小鈴鐺也開起來喔 謝謝 掰掰 看見 讚 請 按 讚 讚 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